感谢神,今天3月11号 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从这张经文的第一次第五节里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玛利亚的信心 我们先从第一节看起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纳有起亲的缘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所记载的 是当时在加利利的加纳这个地方 有一个起亲的缘席 那么当时耶稣和他的门徒 也给请去复这个分音的缘席 玛利亚也在那边 我相信这个分音的缘席呢 和玛利亚是有亲戚的关系 所以玛利亚在那边是有帮手的 所以当遇到在分音上没有酒的时候 他就很焦急的跑到耶稣面前 来告诉耶稣这件事 然后又有权柄去吩咐仆人做什么事 因为他本身是亲属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的是玛利亚的信心 为何说他的信心呢 因为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天使论到耶稣基督的话 玛利亚都反复思想 纯迹在心里 当时天使论到耶稣是说 他是至高者的儿子 他要伟大 他是亚各家 要拯救亚各家 要拯救万民 就论到了有关基督 是神的儿子 很多方面 那么玛利亚把这些话存在心里 但主耶稣在拿撒勒居住了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一人来看 他只不过是像约瑟那样 就学习做木匠 成为一个木匠 好像没有什么出事 并且到了二十岁 还没有显明是神的儿子 那种至高者 要把他显为大 他要为万民的王 他要使基督是神所高级的 是圣者 但是到二十岁 没有什么表现 到二十五岁 也没有什么表现 到二十九岁 也没有什么表现 只是三十岁了 耶稣开始出来 当时耶稣还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 所以这段经文最后面说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的神迹 水变酒 那么就是说 玛利亚还没有看见耶稣行过神迹 经过这样长的年日 他的信心经过四年 到底神的话会不会应验呢 到底神的话论到 他所怀孕 从圣灵怀孕 生的这个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吗 有时人会信心摇动 但是玛利亚一点没有摇动 一点没有 完全深信天使所起始 完全深信 人所看为基督在哪沙的卑微的耶稣 是神的儿子 是基督 玛利亚深信 所以当这个 这个言习上 在分言习上 我们知道酒是最好情 在古诗来说 因为酒是叫众乡亲来的人 翻热 并然间到了最翻热的高潮的时候 酒用尽 那是叫很多人会失望 那一对新人 这个新郎新妇 两个人真是不知怎么做 整个家族都不知怎么做 因为临时你要找地方买酒 那是很困难的 很远 这个时候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来到耶稣跟前 对他们说 他们没有酒了 为何他会这样说呢 难道他会以为 耶稣要花很多钱 去买酒来给他们吗 他明知道 耶稣身边没有什么钱的 他对耶稣最了解 他也不期望的说 耶稣发钱去买 不是的 应该发钱买是那个家族 不是耶稣买 耶稣是给请来的客人 他对耶稣说 他们没有酒了 意思就是 他盼望耶稣行一个神迹 变出酒来给大家喝 他是有这个信心 为何他有这个信心 他相信 耶稣是基督 他能难生信 是基督 所以呢 他就有这个信心 向耶稣求 所以耶稣回答说 他说 他说 妇人的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好像是拒绝他这个所求 但是耶稣说了一句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好像在暗示 在提示玛利亚 他在拿撒勒城里的 直到三十岁 这样长久的时间 可能玛利亚天天期望 他快一点显出 神儿子那种伟大 荣耀的光景 但是一直没有看到 耶稣乃是告诉他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是等候父的时候 然后玛利亚有没有 因为这样 他就信心乱乐 因为主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那就走了算了 没有 玛利亚还深信主会帮 他不仅深信主能 他也深信主肯 深信主是慈爱的 神的儿子是慈爱的 一定肯 于是他对用人说 他吩咐你们什么 就是耶稣吩咐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他下达这个命令 于是耶稣叫用人做事 用人就去做了 后面的经文记记载 按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门口有六口石缸 耶稣就叫那些用人 去打水来 装满六口石缸 那装满之后 叫他们把装满的水摇出来 原来是井水装满摇出来 他说 去给管兴席的 管兴席 尝哪 哇 那个水变的酒 哇 原来是上等酒 他就叫新郎来 人家都是把上好的摆上 给客人喝足了 才把吃好上 你倒把新酒 把好酒不是新酒 把好酒流照如今 这就是耶稣在加纳所行的 第一个神迹 水变酒 弟兄姊妹 我们以往的生活也是 就是为信主之前就像水 平淡无为虚空 但他信了主之后 我们就像水变酒 有了圣灵 有了主的圣灵 有了主的生命 充满了喜乐平安 酒叫人快活 快乐 有了圣灵 喜乐平安 这就是得救之后的人生 我们每一个都经历了 主在我们这样行的神迹 但我现在讲的是玛利亚的信心 他深信主能 所以他叫用人听主吩咐 所以弟兄姊妹 这也是我们看见 不仅玛利亚有信心 连用人都有信心 主叫他摇去给管元席的喝 哇 那个用人说 我明明知道这是我的水倒下去 那生水给管元席的喝 就会挨骂 叫他喝生水 但是这些用人都相信主的话 所以神就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 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 玛利亚对主的信心 也成为我们的很好的学习 今天我们是否因为在经历里面 有时候我祷告一件事 等过一段时间 等过相当久的时间 主还没有答应 我们就放弃了 我们就对主失去信心了 有时候我们读经主的话 应允我们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信心经过思念 就软弱失败了 还是我们能难相信 主啊你能 主啊你肯 主啊你必是恩 我们能难相信 耶稣基督 昨日基督直到永远不改变 主的大能 主的爱不改变 当你这样 完全相信主 相信主的话 不因为繁静的变化 思念 而能难信我们的主的时候 你有福了 所以玛利亚的信心成为我们的吉利 我们要如此深信主 像保罗说 唯一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到那里 保罗写这句话在提摩太后书 当时已经就快信到了 他能难你这个相信 我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托付他 直到那日 信主 信他所信的主 信他所信的父神 深信 并且是深信 神的大能的保守 求主叫我们如此来深信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天父 还是恳求你 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 记得玛利亚对主的信心 来激励我们 叫我们今天 每逢我们祷告 我们经历主的时候 信心经过试炼 因为时间长了 繁静 与我们所领受 刚刚相悖的时候 好像绝望的时候 主我们照样信靠你 我们照样信你 你是基督 是全能者 你爱我们到底 出于你的话 每一代的能力 在你没有难成时 照样在信心你 跟从你 经历你 一直叫你的荣耀 荣耀赞美 归给主 归给父神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因着玛利亚的信心 众人蒙福 主得荣耀 但愿我们都如其